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財經的YouTube頻道 接下來我們又會有新節目 希望每一日都將一些最新市場資訊 以及究竟怎樣去解讀一些財經數據等等 央行的政策那些 都幫大家每一日有一個更進 Aaron 昨晚好像大家8點多 明明正在吃飯 但都好像很忙 因為出一個飛龍的數據 其實飛龍的數據 由可以說是疫情大爆發開始之後 就變得相當之重要 過往不是不重要 但因為它出過一些很驚人的數字之後 其實大家就會覺得 它每次出前出後 可能對於整體的會市 或者是股票市場 會有一些很大的反應 昨晚有沒有這些現象出現 其實比我想像中 數字本身是有些驚喜 但對市場的反應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我想最主要 首先飛龍數據每個月公佈的時候 都會是市場很大波動 昨晚就純粹是因為 今天是美國的假期 所以提早一日公佈 所以星期四就公佈 飛龍數據 加上首次新令失業救濟金人數 這個機會比較少 一次過公佈幾個數據 我想由疫情過去之後 首次新令失業救濟金人數 就突然之間受到市場的關注 因為以前其實真的很少會看這個數據 因為每個星期公佈一次 其實震撼力不是那麼大 不過疫情之後就突然之間 每個星期都有幾百萬人 現在雖然連續跌了十三個星期 但是其實另一邊看 去申請的人數 都仍然是超過一百萬 一百四十萬一百五十萬左右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我想現在 就是昨天的數據上面有很多 我想大家的焦點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首次新令失業救濟金人數 究竟每個星期新申令的有幾多人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個焦點就是看持續申令的人數 仍然是接近二千萬人左右 即是一千九百萬人左右 其實都是一個很惡劣的數字 第二個就是飛龍數字 飛龍數據市場就說 是一個歷史性的最多職位增長 是超過四百萬個新增職位 但是當然大家明白的就是因為 你疫情出現之後 是流失了超過二千萬個職位 那你突然之間因為解封 多了四百萬也不是一個好的數字 這個第三點就是看新增職位 第四點就是看失業率 那麼失業率仍然是下降 不過還是很誇張 是兩位數的一個失業率 當然第五點就是因為這些數據延伸出來 去推測的東西就是 過去兩個星期你看到 美國那邊的疫情 其實是沒有任何改善度 即是叫做重啓經濟 反而確診人數 就越來越惡化下去 每一次我們以前的認知 或者叫做接受的一個水平 就是大概美國每天兩萬宗左右 其實都OK的 大家有點麻木了 但是你看到 開始重啓經濟之後 有三萬多宗 四萬多宗 甚至現在是五萬宗 其實也有美國自己的官員去推測 有機會其實每天是要十萬宗 所以大家會把幾樣數據加上消息 結合了之後會想些甚麼呢 就是想 雖然今個月的飛龍數字是非常理想 但是 原來之後的可能會惡化下去 因為你確診人數越來越多 即是說 有好幾個州份 開始又要封關 又要把酒吧去關門 不做生意 這些我想令到將來的經濟環境 仍然是很惡劣 所以即是說 你有好的消息 令到可能股票是 市場是有少少一刻的興奮 但是那個持續性就不是很久的 即是大家可能 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就是一夾上去 即是炒短線炒一炒上去就算了 這樣 所以這個我想是市場上 目前的情況 那究竟在這些數據出爐前 出爐那一刻 和出爐後的 其實就是對於你們去做 講會市那邊先 會不會說是已經需要 有定不同的制定方案 即萬一個數據不似預期 或者是大幅好過預期 其實你們去做trade的時候 如何去就著這些出爐的時間 即是好好地掌握 會不會有一些很短線的 部署機會 好坦白說 即是每一個月 第一個星期五公佈的飛龍數字 雖然昨天就是星期四公佈 但通常我們一定是很大幅波動 為什麼飛龍數字這麼受關注呢 因為通常公佈的數字 和市場的預期 是有很大的落差 大家有個預期 但結果不似預期的時候 自然就有不同的反應 以及投資者 其實會即時很緊張 究竟市場是看升還是看跌呢 變成好友和淡友會即時衝出來 在倉位上自己 即是如果短炒的話 會即時不停去調節 即是市場當時 其實是一個混亂的狀態 沒有一個一致的共識 但可能過了15分鐘 過了30分鐘之後 當市場穩定 走走的方向出來 大家終於知道 原來這個市場的消息 是利好還是利淡 就清楚了 到時才會是比較一致的看法 所以通常炒這些數據 一公佈那一刻 你預算兩邊是大幅波動 所以我個人很少 一數據公佈那一刻 就馬上衝入市場 因為你真的有少少 是投機味道比較濃 即是有少少跟賭 沒有什麼分別 但真的如果不要緊 如果大家想賭的話也可以 不過通常我個人建議 就會放遠一點 即是無論你是拿也好 沽也好 離開公佈數據那一刻 的現價可能遠一點 你找下一個阻力位 下一個支持位 才入市會比較穩陣 因為你預算兩邊是搭 所以這個就是公佈數據 當時那一刻的做法 但如果你想穩陣一點 通常當然是先看定一點 看到市場 起碼站邊邊先 究竟是對 站邊邊多人一點 是的 極人多 這個市場就是資金這樣看 所以就是走對方向之後 才去入市 但會市始終是相對概念 你看到昨天 其實市況就是 大小上面 美金普遍偏弱一點 即外幣其實是普遍偏强的 所以當數據公佈 雖然利好美金也好 但其實最初公佈那一刻 其實那些美金也未能升 也升得不多 其實 只不過是在外匯市場上 舉了英鎊做例子 其實最初它升到上星期的高位 大概是1.2530 上星期的高位是1.2540左右 在這些位置的時候 大家先覺得 一個數據好 理論上就是利好美金 所以就在 既然計過直博率上面 又利好美金 那麼英鎊又升得那麼多 升到上星期的高位附近 才開始有少少 叫做獲利平倉盤出現 大家的心態上 特別不是因為數據好 去全面看好美金 反而純粹可能是 因為外幣升得比較多 去到一些阻力位 不如我計一計數離場 因為既然數據不配合 即是說如果昨天公佈數據 那一刻 是很明顯是不利美金 例如說失業率繼續升 或者新增職位減少 這個我想在大小之下 就很容易再推散美金 就把外幣夾到上去 所以現在叫做 暫時令市場鬆一口氣 即是外幣正升的時候 你有一個美金好消息 叫做外幣暫時停一停 不過如果你說到數據方面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去比較西方國家 和中國的話 中國的數據 依舊都很強勁 你看出那些PMI 如果要去國家和國家比較的話 就好像真的 中國的復蘇 是真的最快的 暫時數據上 好像真的反映得出來 如果在這個情境下 對人民幣來說有沒有來呢? 其實有好壞參半 真是好消息和壞消息 是互相充斥著的 雖然對的 剛才你說的 例如經濟復蘇的概念上 中國在控制疫情 算是比較成功 亦都叫做最先復蘇 現在你看到環球其他地方 尤其是西方國家 可能仍在偏著一些 確診數字不停升 加上如果你看到股市的反應 中國的股市 即是經濟好 包括甚至 IMF之前出了一個報告 其實是相對地 唯一是仍然有正增長 GDP增長的就是中國 所以加上股市 其實現在你看到市盈率 其實中國股市 是市盈率偏低的 但美股很明顯是偏貴的 可能有接近20倍的PE 變成經濟大家在憧憬 中國應該都會復蘇得快些 所以你看到相對比較硬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 大家的資金有機會 是由中國股市這邊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你說到人民幣來說 為什麼說好或是參半 最主要就是如果經濟好 理論上是支持人民幣上升 但另一方面 我想大家最擔心下半年 特朗普在總統選舉上 越來越白熱化 他也在民意調查上 暫時遠遠落後給民主黨那邊 所以他怎樣去扭盡六任 去力玩狂難 想連任成功 變成經濟上他好像沒什麼板斧 除了不停派堂 不停又說不知第幾輪的 舊經濟的刺激方案 第二方面就是股市上面 可能靠聯儲局放水 去繼續托在高位 第三方面最好的就是 要轉移市場的視線 不要再針對抗疫不力 不要針對他在示威運動上 怎樣失民心 反而就是可能打中國牌 可能矛頭要轉向中國那邊 這個反而對人民幣 是一個很大的不明朗因素 所以人民幣 雖然已經由低位 說的是美元對人民幣 所謂的高位 即是7.19這些位 其實已經是跌下去 大概7.06 即人民幣是升了一點點 但你說還有沒有大升的空間 其實就未必有著 所以策略上我覺得仍然是 要保持審慎一點 即是如果有機會 你看到短線 人民幣可能就會在7.03 7.1之間 就先橫行一段時間 但如果你說想吸納人民幣 現在就清楚了 只有兩個價位可以考慮 第一個就是7.1附近這些水平 即是近來整固區的一個上限 第二個就是去回 7.15至7.19之間的支持區 在這裏的話 我想直播率比較高 但是你有沒有機會試上去 那真的要好視乎 就是避險因素 或者不明朗因素 會不會矛頭針對著中國 所以我想我自己現在這一刻的建議 就是可能接近7.1的時候 可能入住第一柱先 去到7.15至7.19之間 這個支持區 才是入第二柱 而升穿了7.2 即是說 再創一個人民幣的新低位 就要考慮做止蝕 目標先看著7算 因為暫時我又看不到 人民幣是一個很強的 一個上升的空間 最主要另一方面 就是中國的經濟 雖然說比其他經濟體好 但是其實 每一個經濟體 都是想自己的貨幣稍稍偏弱一點 尤其是外向型經濟 即是中國 希望都是靠偏弱一點的匯率 希望可以進一步刺激出口 進一步幫助到復甦 所以這一刻 我想人民幣下半年交易的 range 其實都還是在可能7算至7.2之間 不過我覺得近期 大家另一個焦點 就不是關乎只是經濟數據 而是在看長遠一些實質的需求 海外的升學、移民 都是一些很熱門的話題 尤其是英國方面 宣布了BNO的一些變化 究竟居留權之後怎樣變成入籍 其實大家都搜尋了很多 關於英國買樓 或者究竟移民需要多少錢 對於綁的需求 你覺得如果在這個情境下 他真的會實質 真的要去兌換的話 有沒有哪些價位 大家可能是 未來半年的時候 都可以看著 有機會的話就出擊了 我自己看過 美金就會稍為偏弱一點 英鎊的話 當然有很多負面消息 英國脫鉤 都還是很不明朗 但是如果你說在我的推測上面 既然時間越來越緊迫 英國經濟一樣不好 一樣受到疫情的 對經濟的衝擊很大 所以變成Boris Johnson 會不會因為這樣 稍微不堅持他的立場 稍微跟歐盟之間 要不就搬龍門 買多些時間再談 這個可能對英鎊算是一個潛在的好消息 我想1.14 即今年的低位 因為當時3月份疫情急跌了下去 這個是超過30多年的低位 我覺得見回的機會就不大了 所以如果想儲存 即是有實際用途 無論你是移民升學 還是買樓 我想現在這些價位1.2多的水平 其實都已經算是很吸引 因為在歷史上來說 都已經是30多年的低位 所以如果你說有機會吸納的話 我自己就看著大約1.2至1.22之間的支持區 其實這個星期初 都剛剛碰到1.2250這個水平 其實都已經很吸引 所以如果實貨的角度來說 1.20至1.22之間 我覺得可以兌換一點 當然要借助下半年 看看美元會不會重新走弱 因為大家今年對美元的看法 似乎是有些改變的 所以如果長線美元開始回軟 跌下去的話 英鎊雖然要再等一會 可能等它對脫歐上明朗化之後 才有條件回升 但是就算上升也好 我想今年我自己對英鎊 就不算太大期望著 就算它升上去 可能是大約1.3 1.33之間就是今年年尾的目標價 如果你說有實質需求的朋友 希望好像Aaron所說 不要對它有太大期望 它跌得多的話 可能是 趁低級納 希望再出現 就是你說幾十年低位 這些可一不可再的機會 謝謝Aaron的分析 遲些繼續在自負財經Youtube頻道 有更多不同的專家 會為大家解讀 股票市場 外匯市場 和商品市場的部署策略 下次再見